你好 欢迎收看3月1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一连两天的国际铁人三项赛事 18号正式落幕 现场黄坚廷前往终点线迎接了男女前三名的选手 并且喷香槟祝贺 而其中受民众很期待的台湾职业选手张团俊 他最后是获得第六名的好成绩 健郎表示说今年参赛人数突破以往 台东的好天气也受到很多选手热爱 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可以在台东来继续举办国际赛事 台东舰长黄坚廷一早来到湖水湖 为113公里的铁人三项竞赛进行鸣枪 所有黄坚廷马上来到终点线的 迎接男子女子组的前三名 并为他们挂牌祝贺 我们第一次获得70.3台湾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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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參賽的人數還要突破以往 今年總共來自48個國家 超過3000位選手 其中這些職業選手都是第一次來 他們對我們台東這個賽道 整個比賽的場域都非常的喜歡 然後也覺得我們民眾非常的熱情 來為他們加油 他們對台東我想都有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黃建林表示今年鐵人三項國際賽 已經是第三度在台東舉辦 而今年的參賽人數也是歷年來最多 賽前受到許多人期待的台灣職業選手張團俊 在這次賽事獲得了第六名的佳績 他說這次除了破他個人紀錄之外 他還要特別感謝台灣民眾對他的支持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寒假的時候也沒有在台灣過年 我在浮吉島做訓練這樣 就是為了準備今年的2018年第一場賽事 那很開心我突破自己的最佳紀錄 大概十分鐘啦 對所以我覺得所有的賽道和大家加油的氣氛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這也是歸功於大家破紀錄的關鍵之一 許多選手都是第一次來到台東 對於台東的場地都非常的讚賞 黃建林特別提到台東已經是世界知名的鐵人三項比賽場地 在未來也期盼有更多的選手到台東參賽 來成為台東最重要的特色 記者 蔡燦 台東市報導